大家好,分享之前,小弟請大家先喝杯咖啡 請大家繼續收看 大家好,小弟給大家看,偷渡船是否很小隻 很小隻是很危險的,出到公海一分鐘反 小弟訪問這位叔叔,他都是偷渡過來美國的 他告訴我一般偷渡是很小隻 大家見到這隻船,坐成二十多人 差不多有25人這麼多,幾小隻 是很危險的,出到真的會反 所以這位叔叔說狗死一生 我訪問他,他說這隻船在公海等美國船來救他過來 嘩,他說,吃了東西,糧食沒有了,飲,肚餓,蕉皮都吃了 蕉皮都吃了,接著喝弟弟的療 嘩,聽他說多深酸啊,偷渡過年 過來美國 幸好有隻船救他,不是死 他說,捱多三四天就死了,即是沒有東西吃了 他幸好有帶那瓶法國藥呢 他說,每日吃一顆,嘩,整天都不用吃東西 全靠那間補藥,他不用死了 有些人呢,四老哥,四老哥罪而死的話 又生病了,又沒得吃呢,接著呢,直接投下海 嘩,好恐怖的,聽他說 小弟保問他,他過來美國,這麼多十年了 他都不夠擔回越南,他說他怕被抓 唉,那麼十年,誰知道你呢,你偷渡過來 他說他怕,所以他都沒回過越南 所以我聽他說,都很慘 過來美國,這麼多十年,偷渡了,不夠擔回 但是見到那些人騎上去,啊,開始走爛了 所以小弟覺得那些小船很危險,都不知為什麼 這些人怎麼想法呢 那偷渡船呢,小弟說完 小弟會錄那些建代表 以及1975年,人家打進來 打勝仗,就是胡伯伯那些,胡志明那些兵馬 打進來西貢,有一個鐵甲車,硬進去那個總統府 整個鐵甲車,硬進去那個總統府 小弟錄了給大家看一下,鐵甲車怎麼硬進去 以及看那些人,排比建代表 就錄了,希望幫到大家,懷念一下 這位叔叔,我訪問他 就是,他講很多事情很慘,和他想哭 不過我小弟就幫不了他,訪問而已 很多人講都不同 小弟就不知道是 大家記得看第二集 小弟會錄的鐵甲車打進西貢 1975年的時候 現在請大家繼續看偷渡 我都不知道怎樣分享 原來偷渡真是很慘很慘 死很多人,又被那些海盜打劫 又強姦,這位叔叔說又強姦又打劫又突然下海 哎呀,說到我害怕 小弟那時候很小都不知道幾歲 聽位叔叔說 他現在都不敢回越南 為什麼 大家看到這艘船夠大了 這艘船已經是公海船 聽說,坐了萬幾人 這艘船很棒,出到公海不會反 這艘船很大,這艘船很大 這艘船很大 這艘船很大 這艘船很慘 這艘船很慘 又沒有武器 怎麼打 那些海盜打劫 你都沒有武器 反抗 又是死 又是被強姦 又是被殺 總之這艘船偷渡真是很心酸 這位叔叔跟我說 好,請大家繼續收看 大家好 今天小弟和大家分享偷渡 為什麼小弟和大家分享偷渡呢 因為小弟去很多地方旅行 去香港、去沿南、馬來西亞 去到哪裡都見到很多海 是很漂亮的 普通人看海是很漂亮的 小弟看海是不漂亮的 為什麼不漂亮呢 是悲痛的 唉 平常人看海是覺得很漂亮的 如果人有心思看 就覺得悲痛 為什麼這樣說呢 偷渡的枝米 不好過的殘忍 每次小弟去旅行 都見到大海 一想起 見到大海 就想起阿嬤 阿嬤偷渡 偷渡又怎樣 沉船死 唉 唉 幾慘 唉 偷渡鬼到啦 年紀這麼大 差不多都六十歲 偷渡鬼 還過來和兒子和媳婦 媳婦還有嬰兒 唉 還生出來 那偷渡就沉船死了 唯一出國 人家說偷渡出國 狗死一生都要去 不知道為甚麼 這些人偷渡三次 坐一間出來又偷渡 有些人偷渡五次不行 又偷渡 有些被人搏到 第五次就過了來 小弟回延南灣訪問有幾個 有些五次 又被人搏到 去到加拿大 一些去了法國 一些沒有就喜歡英文 一些搏不到 就看你的命水 你好命就過了 不好命就拜拜 有些去了加拿大 英國 法國 澳洲 美國 不同人偷渡去不到 小弟好命 只有幾歲 坐飛機過來 從小 坐飛機最好命 坐飛機九生一次 不是九死一生 所以偷渡很大分別 偷渡很淒涼的 小弟回去玩 小弟又不太懂事 問人家 很多論家說 她的父母偷渡 有些被強姦 強姦又要殺等到海陰 所以熱南的大海 很多煙雲 未投胎到的 很慘 又沒有人唸經給她 又回向不到給她 怎樣 偷渡呢 怎樣 投胎呢 所以很多人以為 你死了可以偷渡 就是超渡到她 一死就可以投胎 不是這樣 死 你死不是說 立刻 投胎 不是的 要有人做法事 超渡你 你才可以走到 不是這麼簡單 很多的 小弟去到 海裡 哇 小弟 我們都來到了 做小小給他們 還原來探望我媽 我媽都是沉船水 我唸小經給她 哇 我唸經的時候 哇 我感覺到周圍都是 人人人人人 哇 好像周圍很多的東西 在靈體旁邊 哇 嚇到我 不敢唸 像來聽 真是很慘 很慘 我希望誰回延南玩 你們去海灘玩 也好 希望你們多唸一些回響 給死者 以前人偷了很多人 沒有人投胎 希望大家幫忙 小弟很想 所有人 幫死人 不要集中 幫生人 這些生人 有些閉手閉腳 有些 沒有做 他懶是不做的 其實閉手閉腳 是前一世做得不好 今一世還 如果你幫他 你福布回來 沒那麼多 如果你幫死人 反而多福布 為什麼這麼說呢 福布 你賣不到 你幫死人 你頭到胎 你福布很多 到時 你真的有難 突然間這些難 減輕很少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錢買不到福布 大家要記住 用心做人 幫人 唸多些經 就很多很多福布 為什麼小弟這麼說呢 這世界很大的 有靈界存在 小弟為什麼這麼說呢 被科學已經證實了 這個世界有靈界 台灣那個科學家 他已經證實了 這個世界有靈界 所以希望大家要知道 靈界是人家死了的靈魂 他還沒投胎 還在這裏 飄飄肉油 等人家超渡 他不是投胎不了 尤其是枉死 亡者不能投胎 自殺死 被人殺死 都囚不投胎 好慘 不是說這頭死 即刻投胎 很多人 現代人都想 這頭死 即刻可以投胎 有那麼容易嗎 沒有那麼容易的 不是這樣的 不是那麼容易投胎 希望大家多練一些經 會合給他們 希望他們完全早燈 這世界是這樣說 我相信每一隻船 偷渡 都有一個難忘故事 帶來悲痛 反正 人死後 會去何次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想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不想知道 現代人 往往都幫生人 會幫死人 這些基基要想 為什麼 這些福報 你自己拿來的 2600年前 佛陀說過地球園 到今時今日 現在科學家查到 真是地球園 證明佛陀說對 佛陀說過 佛陀說過 一杯清水裏 有很多迷生物 二千多年 已經說過 現在到今時今日 科學家證明了 拿一部基礎 進去 真是有杯水 有很多迷生物 證明佛陀說過 多厲害 你得誤了 你已經得誤了成一份 記載 記載 所以沒有花架 是真真確確記得 這四個術真的有靈性 所有人都有 所以小弟 跟大家分享 不是教大家 希望 大家都用心做人 幫人 看到海 念經 回向給你們 做什麼好 做什麼好 小弟不是教大家 跟大家分享 小弟認識少少 繁代表 認識少少 幫人 這個幫一個幫一個 這個幫一個 存起來就好多了 是不是 個個都好 不是很好 所以 往事難忘 感受回憶 往事只能回眉 唉 所以 小弟一去親海 就 就 就 想到這樣 很慘 小弟希望 個個都會念經 因為你會念經 你會念 給你親人 亡者 他們會 保佑你 因為你 你不念給他們 為什麼要保佑你呢 大家明白 小弟說 其實 大家念經給親人 是好事的 你幫人 人幫你 是公平的 這個世界 沒有免份午餐的 你幫親人 親人會保佑你 是不是幾好呢 個個都好 因為小弟怎麼說呢 所有偷徒人 他們很慘 他們很想我們幫他們 是很簡單的 只是念 南無阿彌陀佛 搞定 如果你懂得咒語 你念咒語 裏面 幫親人 親人 幫幫你 千萬千萬沒給錢人 你給錢人 念 是沒用的 一定要親力親為做 親力親為才有用 現在拖到小弟廣言 小弟會帶大家看看延南梅治名詞 因為現在變得很厲害 小弟會給大家看看總統府 還有帶大家看看建代表出國排隊 哇!這些人排隊出國的 哇!長龍! 小弟給大家看看 小弟會給大家看 小弟會給大家看 原來會見名次 總統府 還有那些人排隊 小弟會給大家看 變成代表出國 現在變了很多 現在熱南嶺很多 如果30年未回去 你們一定要回去 現在熱南變得很厲害 所有戲院都沒有了 什麼大功名 什麼泥星 全部關門大吉 學校已經沒有了 已經改了 就不再像以前了 還有洗馬橋也沒有了 小弟想用洗馬橋給大家看 都沒有了 沒有了洗馬橋 什麼橋都沒有了 已經 已經進入先進 已經開始整件路 很多東西都改變了 我希望大家離開熱南30年 就可以40年 應該要回一次 回一趟 因為人人不知道今天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有時你馬馬聲拜拜 為什麼不要回 應該要回去試一試 好 請大家繼續收看 早上大家 這裡就是屋輪 唐人埔 嘩 今天好熱鬧 幾多獎者 是 他們在做什麼呢 排隊 排隊 拿著食物 美國加州就是這樣 一般排隊那些都是 退休人士 吃不夠 排隊 排隊又有樓 你看看 哇 一拿一拿 自由國家 就有這樣的優惠 其他國家 不知道有沒有呢 就是有很多的國家 就不知道 蘇聯 或者其他 等等的國家 有沒有呢 就不知道 小弟又沒有氣過 就不知道有沒有 美國就是這樣 美國有好有壞 先說一些好處 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就是 醫療 好處 如果誰生多些 更多優惠 所以很多人生很多 三四個 四五個 嘩大話優惠 政府要養 多爽 其他國家有沒有呢 熱蘭有沒有呢 中國有沒有呢 蘇聯有沒有呢 法國有沒有呢 也不知道 美國有肯定 所以很多人生好多 政府要養 爽不爽 爽不爽啊 還有殘障啊 筆手筆腳 有些 小小 就殘弊了 又有 又拿了 啊 多爽 所以 自由國家 就什麼都幫你 不會說見事不救的 見到你 吃不得吃 找不到錢 或者什麼都幫你 不會說見事不救 所以這麼多人 喜歡來美國 就是這樣 因為自由國家 不用說 每個人都知道 對吧 不過美國呢 在六年前 和六年後 很大分別 六年前好很多 六年後 哇 真是 變化很大 變化很大 如果誰住在美國 應該知道 小弟分享 給那些 不是住在美國 住在美國 不用分享 你住在美國 應該知道 是什麼 分享給那些 不是住在美國 那些好事 想來美國 美國夢 就看小弟頻道 好多 美國夢 就要看 見識一下 美國 就是這樣 小弟哥過來 有前途 年紀大 都OK 女人家 退休好 生活都OK 不會說很差 不會說很有錢 夠吃夠洗 就是不會餓死 飽死 一般飽死 不會餓死 美國是這樣 今天很多人排隊 拿東西 排隊拿東西 說完了 我說還在港幣學校 這裡讀書是免費的 你四弟哥有前途 所以每個人都來美國是這樣 請繼續收看 請繼續收看 請繼續收看